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料北京高层的高调扫黄一开始就遭遇到民间的挺黄舆论战 遭遇对央视的主旋律 忍无可忍的人们纷纷发难 大陆微信和微博上一片东莞挺住 东莞不哭的声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指出 其实大家不是说挺东莞的性态 实际上是觉得大家非常不满意的时候 央视报道的就是这个信财务里面最右的一个群体 就是信贡所所长的 那么实际上在目前的法律环境里面 他们是最右是最受剥夺的一个群体 本台特约评论员林宝华认为 虽然卖淫被列为不道的行为 需要这样严厉打击吗 金鱼出卖自身肉体 还算是个知识其力的劳动者 远比薄修与青春他人的 劳动成果与肉体的贪官物力 有道德许多 作为舆论先行的样式 号称是周永康的后宫 也就是中共高层的高级鸡兜 有他们带领扫黄 真是画天下之大伎料 对于北京全国扫黄的动机 人们各有猜测 东莞昌业存在已经有二十多年 达到全国该行业最高水平 也至少有十五年了 为什么此时此刻 才得到北京高层的特别关照 中国青年报发文说 这一轮扫黄的目的在于反腐 是一项大的反腐行动 由扫黄引起的官场大地震 才刚刚开始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认为 他通过扫黄在强化他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在通过 暴力了镇压了管制各种方式来输他的权威 第二我觉得他通过扫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经过就像他那般的这种 完全从正统的传统的道德的角度了 那么对社会进行重新的归属和整治 那么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服务于 那么习近平他所体现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走向 那么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恐怕更有助于我们 理解今天那个政权的一些做法 尽管这次扫黄比以前力度更大 一批官员和相关部门人员已经被处理 但人们普遍认为运动式的扫黄无法根除性产业 东莞从当年的世界工厂发展到今天的色情之都 供需两个链条的行程发展有迹可循 90年代招商引资 大量港台商人来到东莞 随着东莞外来加工业的火爆 各色其他的单身淘金者和民工接踵而至 他们大多单身或者没有家属随行 这些流动人口形成了色情业的市场需求 另外经济的周期震荡 使许多女工突然失业衣食无拙 特别是最近一次世界金融危机 正赶上中国经济的转型 大量加工业迁往低薪地区 许多丢掉工作的女工被迫沦落到色情行业 夏明博士认为 东莞以前的这些打工妹 那么他们的每天呢 那么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 那么他们的工资呢 也就是800到1000块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中国的整个就是一种 奴役工厂 那个血汗工厂 那个式的这种一个制度了 他没办法吸纳 就是农村的这个 以色列的流动人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中国的整个 目前的这个整个社会 政治经济的结构了 那么这种给就是中国的 那个底层的民众 尤其是给中国的那个底层的女性了 那么提供了一个 选择的框架 那么这个选择的框架呢 不是说在好和坏的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的框架 只是在坏和更坏的里面选择 也就是说 作为中国的底层的 这些女性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 做打工妹的话呢 那么恐怕是更坏的选择 那么相对于来说呢 做新工作者了 那么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中国目前一个 最根本的就在于 为什么他没办法 给中国的底层社会 尤其是女性 那么提供一个 好与坏的选择 可以让他们呢 进入好的选择 评论指出 如果中国经济 不能为底层民众 造出新饭碗 就算高压扫黄 这行业也会顽强的复活 实际上 东莞的周期性扫黄 一直没有停过 但是黄流不绝 越扫越大 忠诚信都未明 既然性产业 无法根除 那么是否可以给出 其他的出路呢 东莞扫黄 再次引发民间关于性产业 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大讨论 性学专家林荷认为 蔓淫嫖娼应该非罪化 更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禁止蔓淫嫖娼的法律 已经相当过时 从最近30年的实践来看 不但已经失败 而且起到的是反面效果 促进了黑社会发展 和警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潘虽明认为 不是性产业罪恶 而是竞仓罪恶 小姐只有自由了 才有办法保护自己 尽管官媒环球时报 斩钉截铁的说 色情业绝对走不到 合法化的彼岸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完全取缔色情业 在今天的中国 已经做不到 因为中国的性产业 已经是一个规模庞大的 现实存在 中国性产业究竟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自然无可奉告 目前能查到的 只有一些研究者 对卖营业人数数量的估算 据一篇被国际人权组织 广泛引用的世卫组织 关于中国性病的报告中提到 2009年中国的女性性工作者 为4到600万人 2012年网上一篇 署名吴海的报告 分析了中国色情业的 规模和现状 文章指出 中国每年性产业产值总额 约为4980亿 加之带动上下游行业的 额外年收入 性产业对于中国总的 直接经济贡献 为5372.4亿元人民币 维尾经济学者 何清廉女士认为 性服务产业对GDP 与国民就业的贡献之大 早已达到了无法倒塌的地步 绝非严打可以消灭 中国政府必须正式 将其非罪化纳入管理 性产业衍生的犯罪 比如这个黑社会 和警察的双重博写 还有就是强迫 人口买卖 性病犯 中国现在这几年 六大省区 美族已经很严重了 这是中国自己 2010年一个报告 已经谈的 那么政府应该是这样 考虑到这个产业 在GDP中间 已经占到2.7% 相当于快利业的十倍 美容行业的两倍的产值 在这个情况下 又牵涉到这么多家庭的生计 就不如承认它非罪化 然后加钱管理 至少做到性工作的实名登记 这样就减少人口买卖和潜迫外营这点 从此还要定期体检 这样就可以防止性病泛滥 我觉得目前中国应该是一疏导 不亦强压 然后承认它是现实 然后尽量在经济发展中 多给底层民众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就业机会 减少大家在这个粪坑里面求生的可能